2024年10月2日要闻,这太疯狂了,这太疯狂了,短短几天内,中国股市就从严重衰退的担忧转为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经济刺激措施如此之多,导致券商因需求高涨而崩溃。 中国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上正综合指数今天就飙涨超过8%, 这使得该指数在五天内上涨了20%以上,超过SP500平均年回报率的两倍。 这就像SP500指数在一周内从5000点升至6000点一样,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同时,北京50指数,类似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今天飙涨了23%。 这标志着该指数史上最大单日涨幅。 就在几天前,中国还比起2008年更严重的通货紧缩水准感到担忧。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切都始于上周,当时中国为其系统注入了数千亿美元的刺激资金。 仅将银行存款准备率降低50个基点,就增加了超过1400亿美元的流动性。 中国发出讯号即将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今天,中国宣布9月从交易商购买了价值285亿美元的债券。 中国财政部也重新发行了6支超长期特别主权债券。 为了恢复经济,每天都在推出类似疫情的刺激措施。 5月份,随着中国ETF出现大规模资金流出,我们看到了以下标题。 今天,中国的ETF市场规模达到创纪录的3兆元人民币,即4270亿美元。 随着散户投资者因希望推出更多刺激措施而大量买入股票,中国的ETF市场正式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就连美国市场也因中国的刺激措施而创下新纪录。 中国希望刺激措施能引导经济摆脱通货紧缩。 然而,为了永续地结束经济中的通货紧缩需要进行结构性改变。 刺激政策已经点燃了火焰,但火势几乎没有助燃剂。 自2022年底以来,中国的消费者信心一直是个重大问题,主要原因是通货紧缩。 消费者对经济缺乏信心,短期刺激措施不太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中国需要实施数月甚至数年的刺激措施才能复苏。 但这提出了我们在2020年面临的同样问题,如果过多的刺激措施引发通膨卷土重来,会发生什么事? 毕竟,世界各地的央行都在像经济衰退一样降息,同时呼吁软着陆。 2025年通货膨胀会卷土重来吗? 我们一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即联准会不需要降息50个基点。 虽然市场现在喜欢它们,但我们相信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更大的波动。 这只是中国经济转亏未盈尝试之路的开端。 与美国市场一样,无论中国对其经济采取什么行动,全世界都会普遍感受到。 新闻 预测市场目前定价位46万7千辆特斯拉TSLA本季交付量。 根据Kelshi数据,这比几周前预计的45万辆交付量大幅增加。 2024年第二季度,特斯拉交付了44.4万辆汽车,较2023年下降4.8%。 如果特斯拉本季交付46万7千辆汽车,则将超过2023年第二季的水平。 电动车正在卷土重来吗? 突发,中国ETF人购量上周达到340万份合约,为2020年大流行以来的最高水准。 中国政府宣布的经济刺激措施导致股市出现历史性买盘。 结果,大盘股ETFFX,网络股票ETF美元KWEB和新兴市场ETF美元EM上周分别上涨是8.5%,26.8%和6.7%。 同时,中国护身300指数上周飙涨15.7%,创2008年以来最佳单周表现。 今天,中国股市创下了自2008年以来最好的一天,真是难以置信。 铁矿石价格爆炸性成长,铁矿石是今年表现最差的大宗商品之一,其价格刚刚飙升10%,达到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此前,中国宣布推出额外刺激措施以提振放缓的经济。 此外,上海、广州和深圳放宽了购物限制,预计将刺激需求。 这也令中国房地产股受益,大陆护身300房地产指数上涨10%,就连大宗商品市场也压住中国的卷土重来。 IPO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IPO交易价值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准。 自2021年以来,每月IPO交易金额的12个月移动平均值下降了90%,仅约30亿美元。 今年,美国公司透过IPO筹集了约260亿美元,略高于2023年的200亿美元。 尽管标普500指数今年已创下41支历史新高,但IPO数量却大幅下降。 经济衰退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股市回调,2025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达到50%,企业对经济缺乏信息。 新闻,已经正式开始了,美国各地超过5万名港口工人正在进行自1977年以来的首次罢工。 这些港口处理着美国近40%的进口货物,每天可能对美国造成高达50亿美元的损失。 那么这对经济意味着什么呢? 就某些背景而言,港口工人因合约谈判失败而举行罢工。 6月,代表港口工人的工会艾勒暂停了与美国海事联盟的谈判。 9月30日,合约正式到期,双方未达成协议。 目前的艾勒合约规定,工会成员每小时的工资为20-37美元。 根据目前的合约条款,根据资历,码头工人每年的收入可达15万-25万美元。 港口内部人士表示,艾勒的目标是在6年内增加32%以上。 目前,美国约38%的进口产品是透过东部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加工的。 摩根大通估计,罢工每天将对经济造成38亿至45亿美元的损失。 这意味着为期一周的罢工可能造成超过200亿美元的损失。 农业是一个严重依赖东岸港口的产业。 2023年,透过这些港口进口了267万吨大豆。 此外,这里还进口了195万吨加勤。 如果这次罢工持续下去,食品通膨可能会再次反弹。 以下是一些透过东部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进行进口的顶级美国公司。 沃尔玛与一家、加德堡、Dollar General和亚马逊等其他大型零售商一起位居榜首。 这是这次罢工可能导致通膨压力的另一个迹象。 出口市场也严重依赖这些港口。 中国从这些港口接收了191万吨的出口货物, 印尼则接收了130万吨的出口货物。 全球多个国家都将感受到这次罢工的影响。 每年,超过380万吨香蕉抵达Isla处理的港口占全国香蕉数量的75%。 近90%的进口樱桃、85%的罐头食品、82%的辣椒和80%的巧克力都是经由这些港口抵达的。 消费者将会感受到影响。 这让我们回到下面的图表。 这个港口的罢工是否会与联准会积极地转向政策一起推动通膨反弹, 就像20世纪70年代一样。 1974年,通货膨胀率升至接近8%, 然后又回落到2%以下, 直到1980年才飙升至10%以上。 联准会必须避免这种情况。 这次港口罢工是导致年底市场波动的另一个因素。 在选举,联准会利率投机和现在的这次罢工之间, 我们正在交易波动性。 如果这次罢工持续一个月, 美国将损失超过1300亿美元。 这是美国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攻击之一。 SP500指数下跌近70点, 因为美国表示, 他们有迹象表明伊朗正计划对以色列发动弹道飞弹袭袭击。 新闻, 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的货币供应总量已达到89.7兆美元的新纪录。 去年全球货币供应量暴增7.3兆美元。 这是三年来的最大增幅, 与2020年上半年最初的疫情应对措施类似。 光是在美国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比去年同期激增4100亿美元, 达到21.2兆美元。 从这个角度来看, 2020年初美国货币供应量比目前水准低27%, 全球印钞又回来了。 自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货币供给量激增。 事实上, 光是在过去四年里, 美元的购买力就下降了25%, 显然, 通货膨胀并不是暂时的。 随着投资者开始考虑中东潜在的供应中断, 油价飙升至每桶70美元以上。 现在我们面临港口罢工, 油价上涨和联准会大幅降息。 这不就是通膨的完美秘诀吗? 以色列称伊朗不久前发射了一次飞弹攻击, 弹道广泛。 下面是以色列警报目前拉响的地图, 这是冲突开始以来最严重的升级之一。 今天油价上涨超过5%, 战争正在爆发。 一些学者说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 SP500指数在三个月内下跌了11%, 今天由于中东紧张局势油价上涨5%, 那么战争时期股市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 今天股市暴跌。 伊朗刚刚对以色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飞弹袭击, 这也导致油价上涨5%。 几个月来, 市场首次消化了一场重大战争的真实可能性。 以下是重大地缘政治冲突期间SP500指数回报的细分。 当重大冲突开始时, SP500指数平均下跌2%, 这些重大事件的总平均回撤为8.2%。 然而,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回报。 最重要的因素是, 战争是否在经济衰退期间爆发。 无论经济状况如何, 平均一个月回报率未负。 然而, 如果市场没有陷入衰退, 则12个月的平均回报率未加9.2%, 而如果市场陷入衰退, 则平均回报率为11.5%。 如下所示, 市场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涨。 由于市场将战争是为美国经济扩张的机会, SP500指数在最初下跌后飙升。 但是, 与当前的任何冲突不同,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场变革性的战争。 最近的例子是911。 这发生在经济已经陷入衰退的时期。 有趣的是, 此时联准会自2022年以来一直在生息。 911事件后的12个月内, SP500指数下跌了18%。 当审视1941年以来的一大批重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时, 他是这样说的。 如前所述, 一日回报几乎总是复制。 然而, 市场底部通常只需要22天, 恢复时间为47天。 当然, 更广泛的宏观经济情势对股市走势有重大影响。 经济衰退不仅会影响战时的股票表现, 也会影响降息周期期间的股票表现。 联准会刚开始降息周期50个基点。 以下是SP500指数降息周期的回报, 取决于经济衰退是否来袭。 历史表明, 从降息25个基点开始, SP500指数平均回报率将在三个月内增长10%, 在12个月内增长15%。 相较之下, 当开始降息50个基点时, 12个月内未复15%。 总而言之,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动态的情况,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衰退的前景。 具有许多不同活动部分的市场几乎总是伴随着剧烈的波动。 根据Polymarket的数据, 预测市场目前预计周五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为76%, 这是官方的今年迄今未止, 以美元计算中国股票和政府债券的表现均优于美国股票和政府债券。 MSCI中国指数目前较MSCI美国指数高出约3%, 这是自2024年5月以来首次。 相较之下, 就在两周前, 中国股市的表现仍落后美国股市约14%。 此外, 今年中国7-10年7政府公债的报酬率比美国公债高出2%。 中国能否东山再起? 这太不可思议了, 9月全球央行共降息21次, 为2020年4月以来降息幅度最大。 除疫情应对措施外, 这是自2008年以来第三大货币宽松月份。 这一切发生之际, 全球央行都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软着陆。 同时, 德国GDP预计将出现自2002年以来首次连续两年收缩。 中国在与1999年以来的通货紧缩作斗争时, 也有望实现5%的年度经济成长目标。 央行真的能拯救世界吗? 新闻, 中国宣布刺激措施后, 买家继续涌入市场, 香港股市飙涨6%, 该指数目前较上个月大幅上涨27%, 今天, 以色列军队正式进入黎巴嫩, 开始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地面行动。 真主党是1982年,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成立的反抗组织, 一开始秘密存在, 1985年公开以真主党为名宣告正式成立。 他们以坚持打击以色列为行动纲领, 以最终消灭以色列为最高目标, 因此与伊朗关系密切。 在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 真主党以对抗以色列为由保留了自己的武装。 在以色列2000年撤出黎巴嫩后, 真主党控制了该国南部并得到迅速的发展。 无论是真主党的规模, 组织严密程度, 还是武器装备和国际影响力都明显优于哈马斯。 真主党的组织结构和训练水平也更为严密和正规。 真主党得到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 每年从伊朗获得约7美元1美元资金援助, 并接受大量的武器和相关培训。 在武器装备方面, 真主党拥有更为先进的武器, 包括自杀式无人机、远程火箭炮和巡航导弹等, 而哈马斯主要依靠火箭弹和地下隧道进行攻击, 武器装备相对落后。 因此,黎巴嫩真主党才是以色列必须要扫除的劲敌。 内塔尼亚湖在命令以军地面进攻黎巴嫩真主党时发表电视讲话, 喊话伊朗人民, 以色列与你们站在一起, 伊朗将比人们想象的更快获得自由, 伊朗神权统治的更迭已经迫在眉睫, 每天都会看到一个压迫你们的政权, 喋喋不休地发表支持在黎巴嫩、 加沙等地恐怖组织的激烈言论。 每天, 这个政权都会让我们中东地区陷入更深的黑暗和战争之中, 每过一分钟, 这个政权就会把你们高贵的波斯人民推向深渊。 绝大多数伊朗人民都知道, 伊朗政权一点也不在乎人民, 如果它真的在乎你们, 它就会停止在中东地区无谓的战争上浪费数十亿美元, 而用来改善你们的生活。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政权在核武器和对外战争上浪费的巨额资金都投资于你们孩子的教育, 改善你们的医疗保健, 建设你们国家的基础设施、 供水、 排污系统, 以及你们需要的所有其他东西, 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我要告诉大家, 伊朗人民获得自由的一刻将比人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一切都将会不同。 我们两个古老的民族, 犹太人和波斯人将会和平相处, 不要让一小群狂热的神权统治者粉碎你们的希望和梦想, 你们值得过更好的生活, 你们的孩子值得过更好的生活, 整个世界都将得到更好的生活。 伊朗人民应该知道, 以色列与你们站在一起, 我们将共同迎接繁荣与和平的未来。 以色列对真主党痛下杀手后, 拜登与布林肯对此大加赞扬, 称以色列消灭纳斯鲁拉是正义之举。 难道是暗示只要拿到美国援助后, 只要任何行动符合美国利益, 甚至暗地和美国沟通后, 表面不听美国的也是可以的吗? 美国地位尊崇, 口头上是万万不能鼓励战争的, 但是心里却在偷着乐。 以色列和乌克兰都已经回过味儿了, 不再把美国的口头阻拦当回事。 原来美国的阻拦只是出于其国际地位, 不得不那么表态。 你要把拜登阻拦和谴责的话当真, 那就永远都不能消灭这些美国的敌人。 所以, 以色列和乌克兰开始准确把握到了自己的角色。 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制定者与维护者必须唱红脸, 以色列和乌克兰必须唱白脸, 只要美军不死人, 双方一唱一鹤胡萝卜加大棒, 就能彻底把中东大大小小的毒瘤都解决掉。 以色列火力全开大杀四方, 离巴嫩, 也门, 叙利亚, 哈马斯同时开打。 以色列空军出动了数十架战斗机, 1800多公里长途奔袭对也门西部的拉斯伊萨和和台达地区的胡塞武装的一些设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CNN等各大媒体称, 胡塞油库、炼油厂、发电厂、机场都陷入到了火海之中, 而这只是第一波。 以色列外长告知欧美, 真主党被摧毁后才会停火。 以色列北部居民目前还有6万多不能回迁, 并已经决定在离巴嫩南部边境渐缓冲去。 捐给川普团队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作为共和党人, 我每天收到川普团队的捐钱请求, 甚至还询问我这次要投给谁, 我就是不说。 现在, 美国一些摇摆战场州的共和党策略师和竞选操盘手表示他们几乎看不到川普开展实地拉票工作的迹象, 也就是说依靠外部团体来帮川普开展实地工作的策略并未经过考验, 而且他的总统竞选和共和党国会竞选的策略根本就是混乱的和脱节的。 在共和党策略师和竞选操盘手看来, 民主党不管在资金、竞选热情还是在实地工作方面都胜过共和党一筹。 他们很担心这会使川普在这场势均力敌的竞选中落败, 因为共和党的身体和大脑已经不在一起。 据卫报独家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贺锦丽的经济政策远比川普的计划受欢迎, 在最受欢迎的五项提议中有五项来自贺锦丽。 在列入民调的十二项政策提议中, 最受欢迎的是来自贺锦丽的近视哄抬食品和杂货价格的联邦禁令, 尽管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这项提议提出批评, 但有44%的受访者认为这能加强经济, 因为这项提议针对的是美国民众最关心的生活成本上升这一经济问题, 大多数受访者66%表示生活成本是他们目前最关心的经济问题之一。 贺锦丽最受欢迎的其他两项提议是扩大儿童税收抵免, 33%为新成立的小企业提供部分税收减免, 33% 川普计划中唯一进入前五的是取消社会保障福利税, 42% 川普提出的大规模驱逐数百万移民的提议深受铁杆基本盘支持, 但是并不会增加选票因为不太受独立人士, 中间派和民主党人欢迎。 虽然有人批评贺锦丽政策力度太浅, 但超过60%的选民表示, 他们理解贺锦丽的朴素经济政策劳苦大众都听得懂。 该民调也再次凸显选民对美国经济的悲观情绪。 虽然美国经济早已走出了川普执政末期的衰退, 但仍有近一半的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中, 但是工作机会确实是增多了。 美国商业码头工人罢工已经开始了, 你的网购到货要推迟了, 但是不用担心石油天然气码头, 因为他们是专业码头不罢工, 当然军港也不罢工。 顺便提一句, 美国人现在只会造军舰, 不会造商船了。 10月1日21时, 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将正式举行, 这是美国大选到目前为止, 仅剩的最有看头的一场辩论。 现在民调对川普非常不利, 乔治亚州摇摇欲坠。 最新平均民调结果显示, 贺锦丽平均支持率是46.61%, 而川普仅有40.48%。 同时, 纽约时报等诸多有影响力的媒体, 也纷纷背书贺锦丽。 仅仅在上周末的两场筹款活动中, 贺锦丽就筹到5500美元万美元。 一切似乎都在向贺锦丽倾斜, 而川普团队没钱就拿不出新招数。 这次副总统辩论, 由40岁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 与60岁的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二人之间进行, 连塞湖万斯年轻很有活力, 曾是海军陆战队队员, 身上有着新右翼标签。 如果川普当选, 极有可能把万斯培养成接班人。 而贺锦丽的搭档沃尔兹, 则是农村出身的乡村老教师, 口才很好, 但是野心不大, 温和又富有感染力。 他曾到中国任教多年, 成为中国通, 这也成为他被川普团队攻击的重点。 所以, 沃尔兹如何摆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印记, 并证明出中国污泥而不然将成为本场辩论最大的看点之一。 这次辩论, 跟前两次总统竞选辩论不同, 极不设静阴脉。 此前为防止川普跟贺锦丽及拜登当场吵起来, 特意设了静阴脉。 也就是说, 一方在说话时, 另一方是不能发声的。 但这一次辩论效果将拉满, 也就是拼嘴素的时候到了。 现在压力最大, 还有美国司法部门, 他们正在准备应对各种危机情况, 特别是川普曾直接说过, 如果我不能当选, 那这将是美国最后一次大选, 所有安保力量判断不排除大选后, 将出现第二次围攻国会山现象, 也许有必要先下手为强。 美国司法部现在要做的是保证辩论、 民调、投票都公平公正有序进行, 同时避免选后出现的混乱和暴力。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 10月1日晚上进行了副总统候选人辩论。 万斯完全展现了当被问及具有挑战性问题后磨练出来的应对话术, 他也成功地通过舞台表演塑造了自己礼貌和正常的形象, 这与他在Mega圈子里模仿川普的表现大相径庭, 而沃尔兹一开始表现得有些紧张, 他可能更习惯于在集会活动或者非正式场合与普通民众打交道。 总体上万斯的表现高于预期,而沃尔兹的表现低于预期, 但是沃尔兹至少一直在正面回答问题, 而万斯则常常躲躲闪闪绕圈子, 所以事后闪电民调认为沃尔兹令选民更满意。 万斯还是不肯承认川普在2020年输掉了选举, 这可能会让一些中间选民感到反感, 而沃尔兹也认灾,承认1989年六四和他无关, 当初确实吹牛过头了。 总体而言,华盛顿的经营圈和主流媒体圈比较喜欢今晚的辩论, 因为政策性的表述很多,吵架不多,还有很多素材可挖, 这也给常年关注政治的人一种几十年前的老款辩论风格又回来了的感觉, 凭和礼貌又缺乏戏剧性, 很多普通民众甚至可能不再习惯这种单调辩论了。 当然,这毕竟仅仅是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对选情的影响将十分有限。 D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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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g